做完了,直接帶H等於mS的題目 接下來就是兩個混合 一開始做的比較簡單,就是水跟水混合 熱水加冷水 兩個水 90度40克的熱水 然後加入20度60克的溫水 如果沒有熱量散失,末溫幾度 那我們大部分的題目都是沒有熱量散失的 只有少數題目有熱量散失 那這就是我們講過的 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會變成一杯溫水 因為兩物相助最後必達熱平衡 會這樣的原因是因為熱量會從高溫轉到低溫 跟計算有關的觀念叫做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然後怎麼算熱 H等於mS delta T 高溫的會放熱,90度的會放熱 低溫的會吸熱,20度的會吸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S delta T 所以我們射墨歐為T 墨歐為T 那麼這個T會比90度低,會比20度高 所以是90-T,或者是T-20 ізolu 我們用的是高溫減低溫 所以左手邊,叫做放熱 mS delta T 右手邊是吸熱 mS delta T 用的是高溫減低溫 所以是90-T,或者是T-20 因为高温的会降温 低温的会升温 吸热时候温度会上升 放热时候温度会下降 然后数学室就列完了 然后就认真算数学 然后算算就48度 这就是水的混合 OK 那如果这样呢 这里给的是20毫升 我要的不是毫升 我要的是质量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在八年就讲过了 因为水的密度是1嘛 所以你的单位 如果是功课 或者是立方公分 或者毫升的话 就是一毫升就是一功课 一功课就是一毫升 就可以直接换 可以直接换算 那么现在呢 90度20毫升 加30毫升10度 也一样没有热量善失 请问你平衡水温多少 跟刚才的计算想法 完全一样 连位置数的位置也都一样 只是带进去的数字不一样而已 完完全全一样 请问你这样多少 那理论上你要把20乘1 体积乘密度换成质量 那如果你不要这样做 直接换算也OK啦 反正我们这前面在八年级就说过了 请问你 这样子是多少呢 这样子是多少呢 二十四 没来 三十五 四十二 答案好有趣哦 一样 计算的想法是放热等于吸热加散热 怎么算热 H等于MS delta T 莫温是T 莫温是T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豪升就变成功课了 不然就要写20乘1 分成30乘1 体积乘密度 然后呢 就带进去 左边叫做放热 MS delta T 右边叫做吸热 然后呢 就列好四值了 就认真算数学 努力算出来要42 OK 就是问莫温 当然位置数可以摆的不一样嘛 我现在变成我需要加水加多少 我要调的是40度 莫温有了 我现在有20度250毫升 那我要加90度加多少 那基本上跟刚才的计算公式是一样的 列式是差不多的 但是位置数的位置不一样 刚才的是不知道莫温 现在知道莫温 但是不知道一开始的热水的质量 所以位置数摆在热水的质量那边 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把毫升变成功课 功课直接变成毫升 就可以算出来了 那请问你这样子是应该是多少呢 它应该是几毫升呢 它应该是多少呢 停车战界问 10号 10 可爱笑是大人 100哦 100刚刚好100 这么好 这么好的答案 一样会放热会等于吸热加散热 公式怎么算热 h等于2ms delta t 计算就这样做 然后呢 就是质量设为m m就可以 就刚刚讲过 你可以把它直接毫升换功课 功课换毫升 所以m功课就是m毫升 就直接换 就直接换 OK 然后 就是一样 2ms delta t 2ms delta t 左边的是放热 它是90度放热 然后末温40 所以90减40 然后2ms delta t 右边是吸热 250毫升 吸热 然后delta t 然后呢 20变40 所以40减20 一样数学式列完 然后认真算数学 答案就是 算出来是100克 我们就直接变成100毫升 所以答案呢 就是100毫升 这个就是算 两个东西 热的跟冷的混合 那比较容易的计算上 比较简单的是算热水跟冷水 因为它的比较是1 乘1跟没有乘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它会比较容易计算 所以这是一个热水加冷水 然后后面再做一些 丢别的东西的 跟别的物质混合的题目 这我们等一下再说 现在做的就是热水加冷水 跟各位说一下 混合该怎么做 重点就是 计算想法就是 放热会等于吸热加上散热 那怎么算热 公式叫做H等于MSΔT 然后就写一下 照这个方法列式就可以了 OK